周日也要出去忙一忙啊 看看这天气有点阴 但是据说去未来的七天之内都不会下雨了 老板姓们也在这里跑步看 多么美好的一个周日啊 先来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七十多万帮印度帅哥买的房子没法过户 就是因为化粪池还没有修好 化粪池没修好的原因就是 经常下雨 你看到那个布盖的地方 我们需要把那个布 这个经常盖着 这样下雨不会把地零湿 那些工人才能够根据 要求来干活 所以说我趁着一个礼拜不会下雨 就赶快来把这个布去掉 这个化粪池需要的面积 大概也是相当于6米乘6米吧 你看 我们从超市买了大布 把这个地方都盖住 我待会把它揭开 然后让太阳晒 估计化粪池修好了 房子就可以过户了 大家看一下效果还是不错的吧 地面还是比较干的 那里有个挖个坑 那是 化粪池的工人专门挖的坑 他们要 土下大概50厘米 足够干的情况下 他们才能够挖化粪池的进化系统 哎呀 然后来这个越南理发店 理理发整理一下头发 好吗 真的好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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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价良污染啊 还有洗水碱还有洗头啊 那我的那个美女女法师等着收钱啊 那今天最后一个节目就是过来买奶茶 叫美女买奶茶 你看美女费 那那狂摇东西是什么意思啊 叫我过去干嘛